本期节目给大家分享的是变形金刚王国系列V级别消防车 在递出系列总结视频中就曾经提到 一旦有吊车推出就一定会改魔虫图成消防车 区别是消防车被延迟到了王国系列才姗姗来迟 我在消防车中抽到的随机闪卡依旧是方舟号 但是第二波方舟号闪卡内部的图案和第一波并不相同 可以说从第二波开始 王国系列的闪卡收集难度进一步上升 这几个消防车独有的配件最好在出盒时就安装上 水管部分通过插栓安装在小腿两侧 头炮则安插在头部左侧插栓 装好之后的消防车造型才算完整 由于消防车是吊车的改魔品 身形方面肯定基本一致 主要的区别是颜色和一些独有特征 而结构方面改动最大的地方一定是将吊臂改为了云梯 当然头雕方面肯定会改成消防车独有 头炮和两侧的小翅膀也是消防车自己的特征 除了提到的这些 其余部分模具就和吊车完全相同 手炮部分也只是涂装不同 稍嫌遗憾的是两者的大枪也完全一样 事实上这两位的主武器还是有些差别的 变形方面消防车多了一步 要将头部两侧翅膀后翻插接 而其余部分由于和吊车同模 变形流程并无区别 只需要参考吊车的变形流程即可 这里就不再重复录制 最值得一提的地方是后方插接脚掌的插栓得到了改良 不但将长度减拌 根部也变得更加结实 从根本上杜绝了像吊车那样容易断裂的风险 所以这款模具如果要挑一个购买 消防车可能会更安心 消防车的伪装形态自然是一辆消防车 而车辆形态的造型自然和吊车更像 推车滚动的表现和吊车类似 车辆形态下 手炮的收纳位置 以及武器的搭载方式也基本类似 稍有不同的是 人形的头炮可以拆掉 安插在云梯尖端的右侧 可以作为高台炮塔 那么都看到这里了 不想点赞加个关注吗 更多内容持续更新哟